大家好,这里是苏耀和批评书 接着给大家说说中国的房地产 准确的说是做这么一期节目 扯那么十来分钟,狠狠的打自己的耳光 俗称打脸,自我打脸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 我是正儿八经从2009年那一年 也就是温家宝超发4万亿的货币 也就是奥运会开了以后第二年 那年的房地产市场本来就已经快泄气了 我认识了好多个房地产老板都跟我说话 都说不行了,撑不下去了,破产了,从头再来 都非常悲观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温家宝超发了4万亿 说是4万亿,其实有20几万亿 然后就把这帮孙子给救活了 就这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年我都是极其不讨论喜欢的 所谓的财经评论人,经济学者 真的,极其不讨论喜欢 因为我每年都唱出来中国的房地产 每年都说中国的房地产 不要做街派侠,不要搞进去 这样好就说,完了以后大家要保持冷静 因为这是个标准意义上的一个货币故事 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学了好多经济学的这个经典著作 好多个专门研究房地产市场的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的理论 也做了大量的调查 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年我都要见几个中国一线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然后每年都保持这么一个唱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么一个姿态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说房地产一垮,中国的经济就垮 中国经济一垮,共产党就只有一条路 两条路吧,两条路 那个时候要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垮台,共产党垮台,经济不行了 因为中国经济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就是经济还不错嘛 大家都有日子过嘛 另外一条路就是没关系 然后把这个,当然肯定有很多个群体事件 你比如今天就爆出了这个恒大的事情 在重庆那么一个山城 哇,几万人在那里,在那里街上聚集 非常超规模大的一个,超规模的一个群体事件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然后警察拿着这个房东面具 完了以后喷辣椒水啊,驱散群众 搞的现场是非常的恐怖啊,没有人报道 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这个时候 他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手软的 他必须要把你灭掉,必须要把你赶回去 抓的抓,赶的赶,剁的剁,杀的杀 必须是这样子的 否则的话真的是新兴之火 可以聊完,他们特别紧张 所以就房地产一暴露就两条路吧 第一条路就是共产党破产嘛,共产党破产 它有武器,它有军队 你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力量能够代理它 基本上共产党破产垮台是不可能的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朝鲜 就是所谓的西朝鲜模式,西包子模式 哎呀,就这么一路昌摔,昌到现在 终于等到这么一个结果了 这也推慢点了,知道吗 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当时的分析 这么一路的分析都是错误的 都是没有算到,所谓的经济学家都是忽悠 没有几个人算到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在网上晒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爆雷的一个排行榜 你看看他一些公司是个什么情况 这里面很多公司都是我跟他们的老板,就董事长 还不是CEO,都面对面做过访谈的 比如恒大地产,许家印这边 绝对是叫做什么,积极可危 每天都有商票预期,理财产品违约,信托挤兑 半个月内评级有3A,下调到A 境内外的债券,这个狂跌无止境 所以标准普尔认为财务顾问入住 恒大的违约情况一定会走向破产 最后估计中共为了面子会让它债务重组 这是肯定的,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歇菜了 另外你看我还采文,比如新华年 新华年这个公司的老板我也跟他有聊天 而且不是聊一次 我那时候还在一个电视台给他们做客串主持人 也不叫主持人吧,就是出境记者吧 湖南电视台,湖南电视台 因为新华年的老,是一个湖南老板干的 你看新华年的情况是什么呢 去年3月份首次就发生过债券的违约 然后一大堆的乱事,什么抵押,支押,被查封,扣押,冻结 这些账面资产价值已经到500亿了 这个公司也撑不了多久了 比如说这个,我还跟大家讲几个 比如妇女地产,我也跟他们有个聊天 妇女地产,那脑大呀,北京真的妇女城,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那里住过,妇女城 你看到没有,人称这个广东地产的脑二哥 是不是 说这就,近来是暴跌啊,所有的房子都打五折 然而还是卖不出去啊 纯粹是由于被这个大哥恒大年做了,年累了,知道吧 40亿的贷款,展期六个月,199亿 接万达六折处理的酒店资产,一口气收购了万达77个酒店 对流动性资金呢,形成了一个绝对的挤占 所以妇女地产现在也是资金链也断了,你知道吗 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啊,都没钱了 就是流动资金,就是资金链断了 你看还有这个建业地产,胡宝森啊,胡大哥 我叫他大哥的啊,河南的这个帝王啊 排名第一的这个地产,河南地产王 早就前一段时间说过的吧 说这个建业集团向当地政府啊,提交关于企业出现重大风险危机 并请求帮扶救援的报告啊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说是红水的原因啊 其实根本不是啊,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流动性断掉了,跟红水毛关系都没有啊 我跟你说,就整个国家没钱了,企业就没钱了 我再跟大家讲讲几个例子啊 比如容创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容创宋宏斌呢 我也跟他聊过好几次啊 说监管排查,要求不要心从幻想,必须继续去杠杆 去杠杆,为什么去杠杆,因为银行不给钱了啊 你必须要自己自有资金足食,否则你一定会破产啊 说三道红线高压下,疯狂的并购,重金抢地啊 然后,然后开始爆雷了啊,这个整个资金链也快要断了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碧桂园,哎,那个那个那个女孩啊 我也有跟她聊过,知道吗 被称为是宇宙第一的房企的集成人,知道吗 她的这个债务规模一点都不比恒大小,负债也是一两万亿,一万多亿的级别啊 重点布局呢是三四线城市 当时她我采访这个恒大这个碧桂园的时候,我就认为她那个在大城市的周边啊 比如说北京啊,我们就说北京大家很熟悉啊,比如说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的地段 比如说固安啊,比如说是这个叫什么燕郊啊,比如说香河啊,就这些个地方啊 重点布局,大城市周边以及三四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如果你要保持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水平 你只能在大城市去哪地,知道吧 大中城市至少是省回,至少是省回城市啊 最好是在北上广,深圳这种地方 否则的话,三四线城市是最近不起扛的 结果现在这个资金链也,就摊子不太大嘛 资金链也也也也也断掉了啊,市场风险极大 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失啊,或者流入少啊,房价虚高 问题极其严重 所以这些东西,这么多房企啊,我都都是我特别熟悉的啊 呀,其实挺感慨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国企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即便是任志强曾经主导的这个华远 是个很小的房地产公司 按理说的话,早就应该要破产了 资金链断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好啊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国企,知道吧 政府可能保国企啊,完了以后呢 把这些民企呢,就就就扔扔出来 知道吧,那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呢? 因为政府自己力不从心,没钱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要打脸呢? 我们那时候也想过,政府有一天如果 没有办法继续超发货币了 那民企首先破产,这是第一步,民企破产 第二就是什么?大量的购房人 然后家庭破产,第三是这个国企破产 第四是银行破产,第五才是共产党破产 我们是这么描述的一个,这么一个 所谓的线性的这么一个破产的,这么一个浪潮 然后每年都昌摔,但是一直就没有出现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罢惨了,邪国忠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说这些说的多了去了 还有这个什么马光源老师,我们都经常开会 还有管亲友什么的,我们都说这些话 但是一直没有出现,为什么呢?现在终于明白了 就是共产党如果在外部没有压力的话 你知道吗?它的货币可以无尽的超发 就是说只要是国际贸易,所谓的这个 因为它所谓的三家马,什么出口,什么内需 还有投资,只要出口这一块,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 也就是说只要出口,它的贸易顺差,持续的保持 中国的货币超发就会不断的移到天上去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说了吗?说中国的房价要涨到月亮上去 没问题的,永远会涨上去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哑口原来觉得哪有这样的可能呢?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会导致共产党的这个超发货币会突然就不想 超发了,会就不敢搞的呢? 我们都以为是什么呢?美国会出现一个强大的一种压力 知道吧,因为美国的经济一直都向好嘛 然后中国经济我们就猜是一直就很差嘛 然后美国经济大到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完了以后终于就不care这个中国市场了 然后中国就搞不定了 或者说美国排军队过来了,把这个中共给灭了 然后房地产市场就垮了,是这么推想的 就是怎么算也没算到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爆雷,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也不行了 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 今天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游戏啊,玩不下去了 不是美国的经济太好了,不要中国了 而是美国的经济太差了,知道吧 然后呢,本来川普总统啊,如果让他继续当总统的话 中国的经济我告诉你真的不会爆雷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他是气软怕硬 他看着川普很硬啊,蓬佩奥很硬 他是一个孙子似的,他一定会有限的答应川普总统提出的条件 然后中国经济还可以继续增长,真的啊 但是,但是土工就认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收买川普,没有收买蓬佩奥嘛 他收买了拜登嘛,收买了这个民主党这帮货子嘛 是吧,以为民主党上来以后关系会搞好的 但是习近平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知道吗 就是当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 其实你习近平应该,就第一是美国经济不行 第二是什么的民主党上台了,伪总统上台了 是吧,这个时候你的习近平你的经济的策略 应该要来一个180度大爪嘛 因为你对抗的是谁呢,是是共和党 不是共和党,是川普总统和蓬佩奥他们这些个人 是是拿瓦罗这些人,知道吗 完了以后你这个时候民主党上台了以后 你就不要再继续牛逼轰轰的了,知道吧 你应该要向民主党示好,因为民主党经济不行 民主党搞经济永远不行 这时候你应该去救一下美国,救一下拜登 因为拜登,他有东西在你手上嘛 然后把美国的经济救活了 然后你中国跟美,中国准确的说是 共产党跟民主党在一起搞这个经济 分大餐,大家都不是日子好过吗 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这个人 他就是个土包子,他没有这个眼光 共产党都没有这个眼光 他认为这个什么,我连川普都能干倒 你他妈的,你谁谁谁啊 你拜登,你什么南希佩洛西 或者是什么舒默这些个人 什么麦康奈尔这些人,你的手上 我的手上有你的这个软肋,有你的见不忍的事情 你必须听我的 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就要领导全世界了 就要搞定搞定美国了 结果就把美国的本来就有下行的经济 继续往火跟你推,当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 中国经济也不行了 所以中国经济所有的这个出口 所有的贸易出口就根本就不行 按你说的话,你川普下台了是不是 你民主党上来了 然后你赶紧就把贸易搞起来呗 结果不,哇,你看那个西包子 还有那个杨洁篪,你还有那个王毅那个嘴脸 那愚蠢之至啊,跑到纳斯维加斯去训那个什么 什么布林肯,训美国人,训那个孙子似的 感觉自己是脑大了,知道吧 你要想想美国的经济它再差 它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它是不行 但是美国首先第一它国家大 第二市场大 第三刚才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这个时候应该要去帮一下美国 美国的经济上来了以后 然后你用你抓住这个伪总统的一切 见不得人的事情 完了以后再反过来再拉中国经济一把 这不就上来了吗 但是共产党哪有这个水平啊 包子里哪有这样的智慧啊 这也是我这几天才想到的 就是我怎么算也没算到 中国进房地产市场还要爆雷了 绝对不是美国太强大 而是美国太不行了 真的没有人想到 而且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混吃等死的经济学家 知识分子就像我这样的人知道吧 就长期有一个很愚蠢的想法 就觉得美国永远会上升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 这么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的灯塔 会永远向上真真日上啊 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灯塔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美国会衰败 从来没有想到过美国也不行 即便是美国的制度明显出了问题 即便是美国的宪法明显被遭受到了这个破坏 我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还是去一天到晚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搞那些破玩意儿知道吧 没想到美国一旦就不承认 不敢直面这个事实 共产党也是这样 你有没有发现吗 我说的 今天我是专门打自己的脸的 所以我们的愚蠢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愚蠢的以为 美国可以真真日上 我们就可以愚蠢的认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永远保持一个顺差 是吧 我们就可以愚蠢的认为 中共可以继续不断的永远的超发货币 是吧 种种的愚蠢真的是 但是打多少次耳光都现少你知道吗 谢谢大家